曾经就见过老外把手机扔进了粉碎机当中 手机和其他的物体一样 慢慢的被粉碎机给搅碎了 在变成碎片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烟雾 估计是里面的电池裂盖了 老外总是会拿着手机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测试 直想来就把手机放进了鳄鱼的嘴里 让鳄鱼去咬一下 发现手机上已经出现了几个牙印 手机也已经坏掉了 又准备了一些高温的岩浆 把手机直接就放了进去 立刻就从里面出现了一些火焰 里面的手机屏幕也慢慢的变黑了 还从里面出现了一些绿色的火苗 最终这块手机已经变成了一堆黑碳 R3又拿来了最新的苹果14 打算做一次硬核的测评 另外还准备了两部手机 还是打算用鞭炮对手机进行测试 不得不说 这种测试的方法真的是太银河了 把鞭炮点着之后 劈里啪啦的全都发生了爆炸 在黑烟里也出现了一阵一阵的火光 手机上也出现了一些灰尘 现在体势温度过高 R3直接用水清洗干净 擦干净之后发现 手机的背面也出现了一些裂纹 而前面的屏幕也没好到哪里去 不过现在手机还能够正常操作 没想到这部手机在鞭炮的作用下 竟然没有坏掉